那我们开始啊 大家 这是今天我们主要的内容 一个是谈谈怎么Rump up 还有一个刚好之前进过谈到SDLC 好 那我们就把它做一个topic 来给大家说一下 大家在上面都可以过问 互动问 包括在下面是新 来给大家展示一下这个企业的项目 然后有时间的话 我们看一下这个技术的部分 还有大家在这个求职面试过程中有任何的问题 任何的问题 还有大家的状态 status 都可以在这个sense上面来跟我们分享 好 那我们到我们的第一个话题吧 其实我想这个topic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同学开始的时候 拿到了工作 是吧 这个欢天喜地 但是呢 想想要马上要开始工作 还有点这个忐忑和紧张 最近呢 就是最近在我们的这个社区里头 在我们社区里头 同学们谈到了这个就是开始工作的一些情况 以前呢 其实我没有把这个要作为一个话题来谈 我从来不认为这是一个问题啊 就是我们同学拿到offer之后 然后在开始的这个一两个月之内 是吧 怎么去飞踢整个的这个工作 是吧 还有一个在这个工作中怎么来立足 来发展 这个 所以说我一直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自然的事情啊 我没有把它当成一个什么特别强调的一个事情 你看我们谈了这么多话题 我从来不去 很少去谈吧 这个 我就说很 没有问题的 是吧 肯定是可以 你们做得很好 会成功地发展下去的 但是最近呢 我们同学把他做一个话题呢 提了出来 是吧 然后大家上次Lone也在讲了他的这个故事 既然大家把他做一个话题 那我们就来谈一谈他 就是如何在开始工作的时候 特别是在你第一个position的时候 如何成功立足 在这个之前 首先是百分之百成功立足 就是我们同学到现在为止 是吧 是百分之百的 没有做在这个 runpub的过程中 加入到一个新的职位上 是做不下来 痛苦不堪 没有这样的事情 到现在没有发生一个这样的事情了 一例这样的事情 那我们现在就来谈一谈 怎么开始吧 这是今天早上我写的啊 本来我就是想说一说 总是到跟前之前呢 我就是还是最后脑子里再回顾一下 我就顺便就写了个PPT 那么开始的时候 大家 就是我们说拿到这个工作之后呢 在开始准备去工作 准备去上班的时候 我们说都有些忐忑和紧张 这是非常自然的一个现象啊 这种忐忑和紧张 你要不忐忑和紧张 那就有问题了 不光是我们同学啊 我想在我的职业生涯里头 每当我要换工作之后 换工作的时候 在上班之前 我都有忐忑和紧张 这是必须有的一种状态 因为只有这种状态 你才能must up你的这种精神 是吧 energy 你能飞停到一个新的职场 这是应该有的状态 但是对于我们同学来说 为什么会有忐忑和紧张呢 还有另外一个层面 就是对职场的未知 其实在我们的这个社区里面 包括大家在整个的这个学习求证面试 整个的历程里面 我们其实我们把这个整个的这个工作的场景啊 包括你的职业的素养是融在这个体系里面的 你看我跟大家交流沟通是把大家当同事的 对吗 我很少说哎呀 你们是学员 我们都是同学 对吧 然后这样的公共交流 实际上在这个过程中 已经比较出来大家的这种工作的一种状态 是吧 我们是同事 是吧 这种忐忑我有时候也在想啊 我在一般有时候在思考啊 就就像我当时开始学开车的时候 大家 我记着我第一天 第一次学这个上路 然后那个教练坐在我旁边 我在这个大路上开的时候 车很少 但是呢 当这个道路是拐弯的时候 或者有上坡下坡的时候 当我看不清前头的道路 又不能看得更远的时候 我的这个车速自然就降下来了 当时那个我的教练就说 你为什么降下来了 我说前面会不会有对头车呀 我说前面的路况会怎么样呀 他说你怎么会有这样的考量啊 我就是这么一个简短的交流 交流沟通 我就知道 其实你就像我们现在学开车一样 不管是在黑夜 还是在冰天雪地 是吧 你顺着你该行驶的道路往前走 你可以expect的前面的道路是平坦的 是安全的 你们去工作的第一个职位也是这样一个状态 就像你们就像我这个开车一样 就像你们开车一样 你要expect的前面 一定是平坦的 是安全的 是畅通无阻的 告诉大家没有问题 你就像开车一样 你顺着这条大路一直开下去 我想你这一辈子都不会预见到 你会突然之间前面冒出来一个 窜到你这条行驶线路上的一个对头车 这种情况几乎不可能发生 你们开始的工作 你所预计的很多的困难和挑战 是基本上在这过程是不会发生的 这是第一点 但是紧张和忐忑是正常的一种状态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同学在去的时候 总是开始总说哎呀 我行吗 对不对 我一下子这么好的职位 我能去胜任吗 我可以百分之百给你大家说 自信很重要 你是非常有底气的 我可以毫不隐晦的说 你们比你周围的人 就是你在职场里面 以后的同事 你们比他们70%的人都自身都有见识 更能干 我说了这个自信和底气 当我说你应该充满自信和底气的时候 你踏踏实实的去做 是吧 你非常有信心 你去非常足的去加入到 你们的这个新的工作中 一点问题都没有 所以说这个我就说这个话呀 反反复我在说呀 因为有时候我真的说得很累 但是这个我就反复的去说 也许我们这个社区是个非常开放的社区 所以大家能畅作语言 是吧 能让我看到大家所面临的一些 就是这个自己的坎吧 所以我要反反复复的去给大家说 其实要是不是这样的话 其实你们每个人都能自然的垮过那个坎 是没有问题的 只是你们可能更加的这个煎熬一些 但是每个人都能垮过那个坎 就是你们心里的设定的一个个坎 每个人都要往前行嘛 我们说这是前面的两个这个条件啊 就是你们没有问题 我就给大家说是吧 百分之百我们同学都没有问题 在这个就在这个初始的阶段 大家都坐下来做得很好 这是我给大家这是一个retarity 这是一个铁定的事实 到现在为止 那么说我们看看 说点实在的东西吧 说点实在的东西 就是我们到一个职场里面 我们去开始工作 前面几周 或者前面一两个月 我们到底该怎么的 你看在这个上面 我不太去谈及这些技术啊 技术你们一点问题都没有 那种狭隘的技术 其实不是我看中的 我们说的狭隘的技术 就是你们的fundamental的东西 是没有问题的 能 handle得了 所以我在这上面连谈题都不提 它不值得我在这上面来废口舌 就是你们已经掌握了 所以它不值得我在上面 飞口舌 进去之后 我现在就看到一个现象呀 我说你早要早退自己的位置 这个位置很重要呀 大家 就是所谓的位置 就是你的职 就是你企业 对你的市场的定位 这个非常非常重要 其实你那个 我们很多同学 比如你是developer 你是consultant 你是BSA 你是consultant lead 你是architect 你是project manager 或者你是specialist 其实每个人的职位 都有他的这个 这个又有声音了 上线上又有声音了 大家可以不说话 就谬合一下 不知道你们在吃 在吃东西 我没有你们这么幸运 所以今天你看 我刚才也没有喝水 说话就这个老是 喉通里面发干 我得把同学谬合一下 不能边吃或者边躺着 那样来给大家来共同交流 就是说 找对自己的位置 找对自己的位置 就是这个位置是什么呢 就是你在这个公司 是什么position你自己 你是什么位置 是吧 其实有时候这个东西 很清晰 如果你拿到职位 就是consultant的 你是individual contributor 就是你是个体 你不是people manager 那你的这个职责 就是等等等等 你的职责就是项目based的 或者日常routine工作 support的based 等等等等 上面应该有相应的 你应该对自己有一个清晰的认知 你是这个位置 那这就是你的commitment 一般在一个企业里面 启动的时候 很多企业 你要写一个今年的 你的commitment的什么 就是你的计划 是吧 这些东西表面上 可能是误虚的 实际上它把你画在 一个大的框框里头了 你就是做相应的 这方面的工作 实际上就是你在这一年 你的职责 和你所要交付的内容 是吧 但是这是比较就是 比较虚化的一个东西 所以说这种commitment的 一般的话 你自己心里要有清楚 或者你的responsibility 我们说的更通俗一点 你的responsibility 你心里要清楚 那么在这个企业里面 你是围绕着这个来转的 围绕着你的responsibility 来大概的这个框框 来工作的 其实这些responsibility 非常清晰 如果你像consultant specialist BABSA 都是非常清晰的 这个是非常容易定位的 非常容易定位的 你要做的工作 那我就稍微提一下吧 你就是说 比如你是说 BABSA consultant specialist 有个最基本的 这个fundamental的 你们的responsibility 因为如果是项目based的 那就是 engage到SDLC里面 进行项目的交付 那SDLC包括什么呢 需求分析 解决方案和设计 包括项目的实施 包括UAT 或者是 quality assurance 然后呢 go to production support 这就是你们的 fundamental的 做的东西 是不是很清晰啊 大家的质责非常非常清晰 当然了 在企业里面 你要把它成为一个 continent的形式 当然有很多条条框框了 就是一些条目了 这些东西都是物须的 你心里掌握 你自己主要的位置在哪 就可以了 但是在这里面 我强调一下 这个manager 和这个individual contributor 是不一样的 我们同学有直接拿到manager的职位 其实这个时候我会为我们这个同学多考虑一下 拿到manager的职位 我会多考虑一下 因为他的定位是完全不一样的 一个manager你肩负的是整个团队的责任 是吧 你的责任 你的肩上的责任是从团队的角度 从你整个团队的这种交付能力 包括你团队的建设 包括你team member的成长这个角度来看问题的 这是那个people manager 从这个角度来看问题 然后才是你自己 所以说这是这里不太一样的 我们同学有拿到manager的 所以说一般他们的这个方面 我会多关注一些 给他们一些更多的建议 说到这个地方 我还在这里面又谈到了 谁是谁 就是你其实到一个职场里面 应该了解你team members 了解他们的就是他们的职责 然后他们在这个team里面的位置 其实这个不是说你一下能了解清楚的 是随着你在这个工作单位的深入 跟他们工作在一起 你慢慢就了解了 就是随着随 这可能要花一段很长的时间 有的是表面上的随着随着随着 在这个背后啊 还有他有很多的影响力 这个是大家在整个过程中要去了解的 但这个关键首先要了解自己 就是你的职责是什么 就是你企业对你的 expectation 是什么 这是最重要的 好了在这里面我提到了谁是最重要的人 大家你们你们你们 你们说一说你到这个职场里面 谁是你最重要的人 谁是最重要的人 是那个supervisor吗 就是顶头直接管你的那个人 非常对 非常对 你的manager 在IT里面啊 我们一般不太说supervisor 是吧 我们IT里面一般的这个就是manager 我们一般这样说 一般IT里面不提supervisor 就是manager 你的manager manager是你最重要的人 大家一定要切记啊 所以进去之后 你直接负责的就是manager 那我再问你大家一个问题 你的manager的manager重要还是你的manager重要 对你来说 我的manager比较重要 对 非常对 manager是最重要的 所以说到以后啊 就是说我们谈到这个职场 职场啊 你谈到这个上面 我今天不会去谈职场政治啊 但是我们每个人都在职场政治之中 所以说 IT里面 你想IT领域吸引了这个业界最多的精英 对不对 职场政治是极其的复杂 极其复杂的 你想想 你一群最精英的人 在职场里面一块相处和工作 在这个职场政治环境下 那职场政治能简单吗 对吧 一定是最复杂的 但是呢 对我们来说 我们不用在兴趣的时候 不用特别的去把自己 你gadge到所谓的职场政治中 我们是step by step的 是吧 我们是在其中的 但是我为什么扩展到职场政治 就是你的manager 是你最重要的人 而且大家有一个特点 但我说 你像你进去之后 谁是最高兴的 谁很高兴 就是你onboard的时候 谁非常高兴啊 谁真是觉得今天 有一个特殊的事情要去做 也是你的manager 今天我们你是new person onboard的时候 你的manager一定会觉得 今天是非常重要的一天 而且今天的你的onboard 是他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你知道吗 在这个职场里面啊 就是我们从这个团队嘛 我们都知道团队团队团队 协同去合作 那你的manager 最重要的力量体现在呢 就是你的他的人嘛 他的insight嘛 就是他团队有多大嘛 有多少人直接为他工作嘛 对不对 你的团队越大 你就可以承担更多的职责 是吧 交互更复杂的项目嘛 对吗 所以说你就是人 就是人 人是最重要的 所以对你的manager来说 当然人是最重要的 所以你今天的onboard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一般的话 你的manager都会 非常非常的高兴 然后呢 他真的 他的任务是什么呢 让你能成功的 在这个team发展下去 所以说绝对不会 很少有意料那样情况 你上来 你manager就给你下马威 是吧 把你放到整个team的对立面 不可能的 manager是非常成熟的 你是他的insight 你是他现在最喜欢的人 今天 他要把你隆重的 推送 展现给大家 让这个team member都知道 他希望你能跟整个team member 很好融洽的一块工作 来build 来更加的隐喊死他的团队 这是manager的一个 都是从这个出发点来考虑的 他招了他雇佣了你 他就有职责 是吧 有义务 让你在这个团队里面成功 发展 成长 所以说大家知道吗 那你的manager一定是 出发点一定是positive的 从一个非常好的方向来 推送你的 有了这个 你是不是心里就踏实了 所以说你知道为谁负责 然后呢 你需要跟谁站队 叫个line line with 就跟谁排队在一起 对谁进行支持 当然了 你也知道 你应该从谁那儿 得到最大的支持 那到了一个职场里面 是吧 其实我刚才谈到了 你要认清自己的位置 搞清自己的位置 搞清谁是谁 等等等等 其实一般的话 你入职之后 manager都会有机会 给你进行 one-one的 一个会议 一个交流 他会告诉你相关的情况 比如你又对你有什么希望啊 给你的你的这个工作的职责是什么呀 你的团队都有哪些人呢 他会把你介绍给他们 是不是 然后呢 他能怎么支持你啊 如果你要需要支持 他会直接 他会给你足够的支持 都会有这样一个过程 那么在开始的时候 跟manager这个one-one 或者是谈论的时候 是不是你就可以围绕着 就这个方面来展开你的话题呢 是吧 来跟你的manager进行互动 也显得你非常非常的专业 对吧 是这样吗 大家 好了 在职场里面啊 问问题是很自然的事情 就是这个问题不敢问 没有这样的事情 就是在职场里面 大家都知道啊 我们都是过来人 就是在这个职场里面 我们每一天的工作 是吧 如果你在项目上 在日常工作上 就是在解决问题 就是一个个问题来了 对吧 你来不停的解决它 在项目交过过程中 也是解决问题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 你大家一块互相的支持 帮助是非常自然的一个现象 而你自己把你自己隔离在某个角落 你就显得非常的不专业 那样的话 你就会out 知道吧 那么 寻求支持和帮助 是非常正确的 非常自然的 而且也是非常专业的 但是呢 我们往往在开始的时候 由于对职场的不了解嘛 我们进去觉得很陌生 是不是 那是新的一个聪明 是吧 我们可能 别人对我们都非常nice 你会发现 你入职之后 别人都是 哎呀 非常高兴认识你啊 非常 欢迎加入到我们团队啊 非常nice 你就有可能会把人人都当亲人 有的人跟你说的多了一点 你就掏心掏肺是吧 就跟他去交流沟通 所以说我再给大家提醒一下 不要把人家 每个人都当亲人啊 你入职之后 你是professional 你展示 你不用去专门的去讨好别人 滑中取宠 一点都不需要 你就是professional 展示的是你的专业的能力 但是呢 也不要把人人都当亲人 你对人家很nice 对吧 人家对你很nice 但是呢 随着随 是需要你在这个职场里面 深入的走下去的 随着时间的进程 随着在你们一块 这个共同的工作 是吧 在团队里面 共同的协同 你才会真正的了解 你周围的同事 哪些人 是可以成为亲人的 我成为你的body的 哪些人就是co-worker 哪些人 可能对你并不那么友好 不是说一下到职场里面 就把我们的底啊 敞开胸怀 全都抖出去了 是吧 因为亲人嘛 你就无所 你反正当亲人 你就是掏心掏肺了 是不是 大家一定要切记这个现象 好了 前面说的 就是一些准备吧 一些到职场的开始 一些准备的情况 那么我们来谈谈这个 一种态度吧 加入职场 有一种现象 就是我们非常觉得自己 我真正想打干特干 是吧 所以要在各种场合 来表现自己 我觉得 都是要适度的 所以说 有的到职场里面 你到一个职场里面 你就应该保 你到底加入的这家公司 你就应该有充分的热情 有充满的热情 对吧 这家公司可能有很多地方 不计人意 但是你既然加入他 你既然marry 跟他marry 你工作嘛 我们说这个职位嘛 就是你 实际上就你跟这个职位marry了嘛 就结婚了嘛 对不对 你娶了他 你就应该对他 有热情 这是起码的 还有一个肯定 肯定和接受 我们不要到职场里面 因为看到一个 这个队到一个职场里面 总是来挑 就是来 哎呀 你看你们这样 这个是这样的 应该怎么样怎么样 你看我们那儿是这样的 应该做得怎么样怎么样 对吧 不要 进入到这个职场里面 对这个职位 对他们这个team所做的工作 包括team现在所从事的项目 都是一种肯定 接受 然后充满热情去拥抱的 这种态度 这种姿势 是非常重要的 这就是你融合 跟他们融合在一起 跟team协同融合在一起的 一部分 是吧 你只能拥抱他 有热情 你才能跟team一块融合在一起嘛 这也是你的team member 包括你的manager 最愿意看到的 最愿意看到的 知道吧 一定要有这种态度 不去指手画小 挑三挑四 是吧 在开始一定是接受的态度 这是我强调的 一定要强调 要注意 是吧 好了 那好了 态度怎么样 大家态度怎么样 态度是不是到那儿 我要去到那儿就 到那儿去 夸夸其谈 是吧 到那儿去 华中取宠 不是 不是的 态度一定是 低调 牵合 不多言 这是我给大家建议的 就像比如 就第一次会吧 大家的一个 all hands meeting 然后manager把我隆重推出去 说啊 来个新同志 让我来说几句话 其实我就会说三句话 一个是 我非常高兴 有机会加入到这个团队 能有机会跟大家一块工作 第二次 我要感激我的manager 给我这样的机会 让我能加入到这个团队 第三 我希望我能跟大家一块 互相的支持 互相的学习 然后呢 来让我在这个职场里面 成中成长 和取得更多的成绩 就三句话 我都不会再多言 知道吧 这样我既低调 又谦和 而且也表明了态度 也做出了感激 所以说这就是 我就说就是一种 非常简单 大家任何职场 你就是在任何职位上面 你都可以 就是这个三段论 一点问题都没有 而且大家都很舒服 是不是 好了 但是我说那个 谦和呀 这个谦和这个东西 大家一定要 谦和 谦和这个 我把它列到这儿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素养 谦和 谦和是一种美 这个美呢 大家有一次 我有两个 大家有两次 这个谦和让我感到的 是一种非常非常的美 有一次我到印度出差 印度那边有一个 赛特的老大厅 我们俩有一个 1-1-1 session 其实我跟他 没有太多的交集 然后呢 那天就 反正我就下海里去 都在一个大的campus 我还得走过去 敲开他门 我就进去了 这是一个印度人 他的这种谦和 在我这个脑海里 极其的深刻 他是一种 一种 魅力 你很进去 就没有任何距离的 就跟他可以 两个人 唱所欲言 然后当时我记得很清楚 然后他桌面上有这个棒棒糖 然后我们俩每人拿了一根 然后在那儿 无所不谈 他谈得就是 就好像就是 酒缝的朋友一样啊 就是很亲近 这就是一种谦和的力量 他是那个房子的主人 但是他的谦和 就把这种所有我们之间的这种 这种隔阂吧 全部打消掉了 而且就是 我跟他的交流沟通 完全是融化在一起 你这个谦和之美啊 让我脑海里印象极其的深刻 这是一例 还有一个就是我在 在西雅图的时候 然后跟我的那时候 是我的manager的一个manager 他是个黑人 男头的小辫子 反正很自由奔放的一个人 有一次 第一次我跟他这个玩玩 去谈 到那儿 然后也是啊 就是进去之后 我们就像一个老朋友一样 像两个老朋友一样 就是无所不谈 无所不谈 然后很随意很自然 我可以坐到桌子上 脚可以翘到这个凳子上 就无所不谈 没有任何的这种 这种这种轿条 磕磕板板 两个小时都会 结果我们谈了一个多小时 最后他说 我把他的时间都偷走了 那已经中午十分了 就是谈完之后 他又要吃饭了 他肯定有什么meeting 等等等等 他说我偷了他那么多的时间 我们就哈哈在笑 这就是一种牵合 就是大家这种牵合 我说大家能理解吗 就是你不要有这个 给自己有很多的这种 调调调 吃饭 把自己包起来 把自己加起来 不用的 你的实力就展现在 你的这种自信 你的这种底气 和你的这种专业素养 等等上面 你完全在这上面 跟对方沟通交流 完全可以 敞开胸怀 从专业的责面 跟对方沟通交流 你这样的话 会非常非常的容易啊 拉近大家的距离 跟大家融合在一起 那我说到这个 大家就想到了 哦 有这个问题我不敢问 那个问题我不敢问 实际上次谈到这个问题 不是这样的 问问题是很自然的 就是跟别人交流沟通 你这个地方 你说你这个地方 你问他 你这个有没有这样的经验 非常正常的 知道吧 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 这都是自己把自己 用这个框框架起来 把自己 装在自己 给自己 保护的这个套子里面 反倒让你觉得 这个手足无措 是吧 举足无措 等等的感觉 所以说谦和 谦和是一种美 一定要谦和 不多言 不多言不是不说话呀 大家 不是不言啊 就是不要 就是你的说的话 是吧 就是不要去 有意的去讨好对方 因为 我告诉你一个专业人 他看你的时候 你有意的讨好对方 他觉得 他会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你的 他会把你的这个 拉我往下拉的 你想想你可以 你可以想要在职场里面 你是个非常专业的 是吧 非常专业的 你有非常有背景的 你非常强健的一个人 你跟大家交流 是建立在互相帮助 互相信任 是吧 然后互相认同的 基础上来沟通交流的 你不需要刻意的去迎合对方 去讨好对方 那我说的低调 低调一点 对不对 然后那个去接受对方 跟你们迎合是不一样的 不要去刻意的迎合讨好对方 这是不需要的 恰恰能跌外流 你的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 position 你的位置 所以说交流沟通是必要的 但是不要夸坏西谈 是吧 不要划中取从 这是这是我给大家说的 还有一个有点害羞挺好的 这个大家发现了吗 我不知道那个 有没有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 一个新人来到一个职场 往往都 他在第一次见面嘛 是第一次到这个东家 是不是 总有点羞涩嘛 羞涩有时候挺可爱的 知道吗 羞涩挺被人喜欢的 而且你羞涩那么一点点 一下就拉近了跟别人的距离 而且你羞涩之后 对方有一种被 其实自然的 是吧 就有一种这个 保护你 或者想支持你的那种感觉 因为羞涩是自然发生的 就像我到一个职场里面 我就再这么自身 我是他们的manager 我既然他们在说话的时候 也有那么一点羞涩呀 对不对 是不是 所以说羞涩是没有问题的 羞涩挺好的 羞涩挺好的 但是不要过于羞 羞达达了 不要像一个代价的大姑娘 到那都羞达达了 这就不合适了 是吧 羞涩一点点 是很自然的一个体现 一点问题都没有 而且能博得大家的好感 这是我给大家说的 还有一个 其实啊 你在职场里面 我说你的态度 积极的态度 你的为人 远远比你的所谓的那些技术能力 就是我说的那种狭隘的技术能力 要重要的多的多的多 所以今天我不去谈那种狭隘的技术 不去谈 因为你们没有问题 你们真正在职场的发展 包括你在前面 最开始几周 或是一两个月之间的 这个跟team的融合的过程中 你的为人 是最重要的 我给大家说 我给大家说 我给人是最重要的 那么我们再往下走一走吧 刚才上次我们就有同学提到 这个问题我不敢问 好像不合适啊 在职场里面 互相的交流沟通 互相的拉近关系 等等等等 你会发现都是在提问 是吗 大家 你看我现在问大家 是吗 大家 是不是 都是在提问 这提问呢 是我们沟通交流一个 最有效的手段 但是呢 要会提问 要会提问 能提问会提问 这个很重要 其实有些东西啊 有些东西 通过你的提问啊 但是我们上次 我们同学来分享的 像有些那种技术的技术的点 你这个 这种问题问出来 一点问题都没有 它不会拉低你啊 这是很自然的 但是你要是问一些 另外一些问题 比如概念性的问题 哎呀 你说 你给我说一下 这个SDLC是咋回事啊 是吧 如果你在职场里面 或者说 哎呀 你们这个 Waterfall跟incremental 有什么区别啊 或者是 哎呀 这个PlugE是啥东西 Workflow是啥东西 是吧 或者是你问这个 哎呀 这个怎么还有三系统环境呢 就是三系统环境 我们有一个同学说 他们开会的时候 那个也是在那项目上 做了有一段时间的 一个他的co-worker就问 什么是开发环境 是吧 什么是开发环境 那就完蛋了 是吧 你要问了这个 你要问出这样的问题 就完蛋了 这种问题就不能问 这种问题就是 应该有了 其实在我们社区里 肯定是有的 这种问题是 founding mental的东西 就比如上次 我们谈到了这个 take it 就是这个bug 你们是怎么fix bug的 如果你说 哎呦 我不知道 我不能告诉你 就完蛋了 是吧 就是这些东西啊 像有些问题 像这种概念性的问题 就是一种常识性的问题 当然就不要去问 但是你说 哎呀 你给我说一下 你这个 你用过这个 power platform的 这个什么什么 某一个功能吗 对不对 或者你说 哎呀 你这个 就像我们同学上次 谈到的那个 那个在我们群里 发出来的 就是说 date 你能不能把这个 这个天去掉啊 像这样的问题 是非常暖默的 非常正式的问题 知道吧 非常非常非常 正常的问题 一点都不会带来说 你不够自身 一点点都没有 也就是说 在职场里面 问问题 我们就是不停地在解决问题嘛 所以说 当你的同事来分享 他们的经验 是非常正常的 对吗 分享给你 如果他们做过了 他们告诉你怎么做 非常简单 所以说 不是说 不能问问题 是要能问问题 要问合适的问题 那有时候 我们同学就觉得 哎呀 我有时候 我的性情就是比较内向 我就是不太喜欢问人家问题 我就喜欢自己的 在那琢磨 没问题 我就这样给大家说 你就是保持沉默 也没问题 你没问题 也没问题 就是这样的 在职场里面 大家都是这样 在开始的时候 我们每个人都想表现自己 对不对 都想表现自己 但是实际上 你会发现在职场里面 什么样的人都有 就像你会发现 有的同学就是不善言谈 就是不说话 有的同事在职场里面 就是在会议上面 夸夸其谈 没有事 也要找出事 来展示自己 有的比较适中 是不是 有的就是会问一些 斯丢培的问题 人家在任何场合 他问出的问题 都是斯丢培的 但是没关系 职场是非常divorsity的 大家 你每个人都会在里面 被容忍 被接受 被接纳 然后都可以 跟大家一块来工作 关于这个方面 大家大可以 把这个心放到肚子里头 一点没有问题 能问问题 问不出来的问题 就保持沉默 没关系的 一样依然被接受 没有问题的 车大架 我们就谈谈 我们新人 总是 你看 我们总是想到 哎呀 我能坐下来吗 是吧 我说到这个层面 你看我每次都说 我们在整个的历程中 有三个阶段 一个是学习的阶段 对吗 一个是求职面试 拿offer的阶段 还有一个在职场 发展的阶段 那时候我都没有谈到 能活下来的 我就没有这个sense 我就没这个概念 因为就不可能 你不能svive 对吧 就是你在职场里面 你考虑的问题 是怎么更好的 发展的问题 这三个阶段 我告诉大家 最难的是哪个阶段 就是对我们来说 其实对谁来说 都是这样的 拿offer的阶段 最难 就拿一个 你到位的 合适的offer 是最难的 时间最短 对吗 但是它是最难的 这个难表现在 对你的一个 身心吧 是一个挑战 你需要跌宕 你需要起伏 你需要有可能 经受一次次的被拒 而且我觉得 这个被拒的 这个时间密度 可能是 这个时间里面 被拒的次数 可能还是比较多 在这个期间 对不对 因为 我们拿offer 只需要一次成功 你前面的可能都失败了 或者现在 当然例外 我们同学拿几个号 你给选择 对吧 但是 就是说 我说在这个阶段 其实就两 以前我说两个月 现在更多 其实对我们来说 是有挑战的 对不对 主要是对我们心理上 心路历程上的一个挑战 对吧 但是为什么 我没有说 新人就生存不下来呢 我告诉你 新人在职场里面 是很安全的 我跟大家分享一些历程 今天我在想到这个问题 我就在思考了 我的整个的一个历程 有什么 就是我吧 我也在职场里面做 我也去 作为 individual contributor 就是个体 我也当过manager 我也当manager 对不对 我也去 我在职场里面 也被人开掉过 是吧 lay off 我在一年 就被lay off过两次 还有一个 我也让人走 是吧 我也让人离开过 然后有的还 比较多的人离开过 在所有的历程里面 我就在想 这个新人呢 风险大 还是你们在职场里面 已经觉得很踏实的人们 风险大呢 我告诉大家 新人非常安全 在我的职业历程里面 只有一个新人是 走掉了 让他走了 他是这样一个情况 他是BI developer 是吧 我们从另外一个国家 把他找过来 华人 然后呢 他的manager是一个 新加坡的一个女生 你知道这个 我说到新加坡女生 他就是比较板一些 知道吧 就是一板一一 就比较 有的manager比较随和呀 他比较那个 就是容易 接纳很多 这种diversity 知道他就 就是宽容性比较强嘛 一个女生的话 新加坡他比较板 那么这个招过来 是有这个特殊原因的 当时招过来 是因为财年快结束了 那么这个high count 就他那个 下面BI developer 那个high count 快没了 我也得到消息说 一过这个财年 要重新洗牌 所以就赶快把它招进来 当时还有一个 occasion费 从其他国家招过来 unboard了嘛 他就开始去那儿工作了 我就开始得到一些消息了 就是他的manager 这个女生 就搞这个说 他说他技术技能很差 几乎就好像没有做过 然后呢 几乎在会上 就完全就不搭界 交流沟通就不搭界 等等等等 他就开始给我反映这个情况 其实我就没当回事 你作为manager 你train他呀 他难道还做不了你这工作吗 绝对能做 对不对 你只要train他就行了嘛 你何必呢 你这个来到这儿 你的职责也就是要把他train起来嘛 对不对 那有跟你的这个预期有差距有什么关系啊 是吧 但是呢 这个反映次数多了 有差距比较怪 这个一到怪我就比较紧张 对吧 因为在以前的职场里面遇到怪的同事 我也遇到我 是吧 比较紧张 我说比较怪是怎么回事啊 就是说话老是不搭界 是吧 你就说能train出来也行 就是说话老是不搭界 老是走偏 老是drop the focus 那最后 让我就是 我说同意 是吧 让人家离开 也是有一个 有这个契机的 我们那时候刚好呢 90月份要去做停留点 我们要到另外一个城市去 是吧 然后呢 然后大家去谈 第一天的这个晚餐啊 就是我们一般在外面要待几天 第一天的晚餐 大家都怎么吃 要干什么 其实这是非常大的一个义惯 就第一天 到一个那个 我们的目的地的 第一天的那个晚餐 是最重要的 是吧 大家要闹 要喝酒 要要狂欢的 知道吧 然后同学 然后他就提出来 要说到那个城市 去吃这个叫龙手 就馄饨 你知道 他提出这个话 这个话题来我对我没有什么反应 但是我看其他的同事怎么就好像那个脸上都很怪意和不屑 是吧 这是我引起他了 就这个引起我对他的一个注意了 我说他这也没关系 但是 最终 吹个是吧 我说那行吧 让他走人 是就是我们那一天 下午到那个城市飞过去 到那个城市 结果他恰恰没有赶上飞机 飞机啊 其实我们下午 我们三四点就到我们酒店了 但他下下没有赶上飞机就没到 那这也没关系嘛 飞机有的事是吧 这都不是问题 问题是他那一天赶过来之后 已经到晚上十一点多去了 就几乎就就没有参加到我们最后那个就是大家一块吃饭一块热闹 这个就他的manager提起来 我就觉得有点 我觉得是不是有点太偏离了 再加上整个的同事对他的这个反应的这个就是那种不屑 还有那个他的manager的这种不停的在我面前的这种反馈 后来回去之后 我们的这个就停标语之后 就是我们的kick off 不是就是财年的kick off 回去之后我就说 他就那再提出来 我说那就行吧 那你就让人家走吧 对吧 因为这个同事呢 当时说有点怪啊 所以那天就还比较早八点钟 我还去到个公司 然后那个主要那个manager跟iX来谈 但我在那个我的办公室 万一有什么意外呢 是吧 因为有点怪嘛 我们当时还跟这个保安也打了招呼 但是呢 就是那个manager告诉我 整个进程很很顺畅 是吧 然后那个就走了 然后那个同事就走 就离开了 其实当时我的内心里还是有点不舒服的 因为我们把他从另外一个国家招回来啊 你现在在这个在这地方 你把人家给让人家离开了 是不是 他还得揣我回去或怎么样 对他的安排是一个 是一个波折吧 对吧 这是给大家讲的这样一个事情 其实在所有所有的历程里面 这是唯一的一个就是新人啊 就离开了 你也知道他在这整个过程的表现 他可以说是跟团队是格格的不住 就是他不是技术技能有问题 他是就是怪 他就是说他的所有的话题 他所有的所有的方式 或者是他的所有的这种之后所产生的结果 都是不一样 你就想 你想最重要的一个意外的 你想对他的manager来说 他下面他的manager下面就那么十几号人 而且你一直在他牵挂着 你一直不到场是吗 是不是 不到场 那你想想 你怎么就会不到场呢 你怎么就会失去飞机呢 就会就会 就没赶上飞机呢 你就没赶上飞机 你也有足够的时间赶过来嘛 对不对 怎么会到夜间 快半夜才赶回来呢 这都是一个就是这个 整个的我觉得这种态度呀 一种behive呀 这种方式 等等就是跟团队没有融合在一起的 就是就不入流 这个导致了他的离职 那其他的我告诉你 离开的话 都是都是在职场里面 做了许久的这个员工啊 裁员 一次次的裁员 对吧 战略性的裁员 还是我们有这个performance review啊 在有的公司 什么末尾淘汰制 是有的 有的 淘汰这种裁员 那都不是新员工 新员工 大家一般的都会让你来成长的 知道吗 没有问题的 往往裁员的结果 裁员是什么造成的 要么战略性的 要么是被政治影响了 就是你的manager不喜欢你 你的performance是一方面了 但是你的manager不喜欢你 是吧 然后刚好介入这个 什么末尾淘汰制啊 包括战略性裁员 把你裁掉 所以说这个新人呢 是很很安全的 大家 他不会想着 哎呦 我会不会被裁掉呀 我是不是才连我最会被影响 没有 因为你心你干净 是吧 你是fresh的 你没有你还没有机会和时间 去ingage到在这个职场里面的政治里面 真正的你在职场里面的成长发展和起伏 是由职场政治来决定的 基本上 你相信我 大家 要不然你就是政治free 那就是这个随国逐流吧 就是把命运交给天 是吧 你爱干 你爱怎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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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命运好了 我一直在做一下 你不好了 我被开掉都不知道咱 为什么被开掉 是吧 那是另外一回事了 所以说 新人是非常安全的 但是呢 随着你在这个职场中的深入 你自然就会ingage到职场政治里面 你或多或少 是吧 我就说呀 这个职场政治是有的 有人的地方就有政治 有职场的地方就有职场政治 是吧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而且IT里面职场政治 不比任何肯定余弱 因为IT里面的人才是非常精英的 是不是 还是这样一个过程 但是随着你在职业的 在企业里面的发展下去 你会ingage到这里面 所以说就是了解你的生态 我在里面不多谈 好了 然后那个 在开始的时候呀 我们要给自己 我们自己要订一些东西 就是你在一个职场里面 你来展示自己的时候 一个是展示你的态度 你的为人 还得能做出一点东西来 对不对 我们说能做是好相处嘛 对不对 其实能做是好相处 我们同学有一个同学 老师应该是好相处 能做事 应该倒过来才对 我说对 你说都对 所以说我刚才前面的 一定是好相处 是吧 能做事 那总得展示你能做事嘛 所以有一些交互 有一些交互是最好的 就是你完成了一个什么任务 这个任务有大有小 有难有益 只要你完成了 是吧 就能就行了 你说这个完成了 就非常非常好 就足以证明 你能做是好相处了 然后呢 在这里面 我说表示感激 这个感激很重要 感激不是讨好 是你用心的去感激它 在这里面 就是你在职场里面 就比如你在刚才我谈到了 你在首次登场的时候 往往你的manager 会介绍一下你 然后让你来说几句话 是吧 你这里面感激是一定在里头的 对不对 我刚才谈到了 是吧 我很高兴 我自己的意愿 我要感激别人 我感激你让我进来 我许愿 我给你们一块好好地工作 是吧 一块共同地成长 所以感激是非常重要 其实我在职场里面 我可以这样告诉大家 我感激 我从面试之后 我拿到offer 我加入职场之后 我首先去感激的人 是面试过我的人 比如我在Lenovo 面试我 他是那个叫老蔡 是吧 Lenovo的Chief 阿克凯的首席加勒斯 他面试我 我给他讲过这个story 他过面试的时候 就他还有一个HR 我们谈了一个小时 他谈了45分钟 他就谈这个国际化 有多难啊 里面有多塔飞啊 团队有多复杂啊 我在里面 我在整个过程中 只是硬核 硬核认同 然后用心的是同感 我从那个原楼下来 还没到我的车上 我就接到了电话 说安排下次 见CIO了 我入职的时候 他那时候刚刚在美国 我就看他的时间啊 他回来的上午 第一天的上午 我就去到他的办公室 表示我的感谢 就是这样 然后呢 那我们俩以后 非常好的朋友 非常非常好的朋友了 他后来以后 到中国石化 去做CIO 他专门让我去到他 他还是要收 off 到他那个办公室去看 他就在那个西常人街 很气派啊 所以说 就是我们俩就以后就成了很好的朋友了 就是这样 大家这种感激 感激是用心的感激 说宽一点 就是你看大家 跟我在交流的沟通中 一般我都会说 谢谢 这成了我的一种习惯 不论我帮了你 还是你帮了我 我都会谢谢 这是我用心来说的 所以大家跟别人沟通交流的时候 也一样啊 大家要有这种sense 就别人哪怕是帮着你举手之劳 你在你的这个信息上面 email上等等 都要谢谢 谢谢两个字 谢谢两个字 你说非常容易 对不对 比较有价值 感激是最好的礼物 这就是在职场过程中啊 就是这样 给大家来分享一下 大家要 其实你看今天 我们不谈什么 什么云计算大数据 人工智能 是吧 我们就谈谈这个怎么为人 怎么做人 怎么为人 在职场里面 让我们来成功 少露窃 要有劲儿 这个我觉得非常重要 真的 这种can do attitude 就是我们每个人 不光是你们 我一样的 我加入到一家企业里面 一样的 我也有窃窃的心里头 我不知道吗 虽然我有很多历程 但是我不知道这家企业怎么样吗 你比如我那个 加入到这个 Lenovo 反正这也没有什么秘密 加入Lenovo 那时候国际化的时候 那时候国际化很厉害 Lenovo都到全球 到各地方招这种 所谓的国际化人才 我就是那种 所谓的国际化人才 空降去的 实际上我也不是 那么国际化人才 空降去的 然后呢 我去了之后 人家就告诉我 真的 人家就告诉我 很多很多 很多 就在我这个级别的 人 一两周就离职了 很多是从香港找过来的 从台湾找过来的 从海外找过来的 他跟这个国内的这个文化呀 这个企业的这个文化 背景很难融合 一两周就离职 一两周不是人家让他走 是他自己就溃他了 但是我当时觉得没什么呀 其实我经营了很多企业 我在外企业 在海外 又到这样一个国际化的企业 我觉得很快我就融进去了 对不对 很快就融进去了 跟大家打 就成一体了 而且说实话 我在NOWA碰到的是 我遇到的最精英的一群中国人 我给大家这样说 最精英的一群中国人 刚好是在这个最艰难困苦的时刻 所以他们的这种精英 他们的这种本色 就这种人才本色 一显无鱼 让我们从他们身上 学到了太多太多东西了 知道吗 跟他们为伍 我非常的荣幸 没有露窃 我当然心里也窃窃了 但是很快就融进去了 对不对 因为我们很强壮啊 是不是 要有劲儿吗 你有劲儿 这种劲儿吧 这种劲儿是什么 要有劲儿 你们求职时候要有劲儿 做工作时候要有劲儿 一有劲儿 你们就战无不足 我们就剩了 是吧 我在Lenovo他们 小颜他CIO啊 他对我的评价 他说我呀 他说病啊 像一个忐忑一样 坚不可摧 无坚不摧 那我就这样 就有劲儿 是吧 我不露窃 其实在每一次 那种大会上 上百人哪 很大 我要去做普通三天 我也有窃啊 但是我不露啊 对不对 露出来有什么意思呢 我就站上去 一站上去 你该干什么 干什么 是不是 你该说什么 说什么 对不对 有什么关系啊 所以要有劲儿 要有劲儿 在开始的时候 大家 大家会多流一些汗 会多喘一些气的 你在一个 你到一个新的环境下 当然会这样吗 难道不会吗 就像我每天去走路的时候 我想 今天有个稍微好一点的锻炼 我专门找一个有坡的地方 我到那个 我这儿有个credit valley 是吧 以前我是在这个valley的底部走 现在我觉得也不行了 我得去爬爬坡 所以我就往那个旁边的valley 那个坡上爬 对不对 每次爬的时候都会有点喘气 是吧 也流流汗 是吧 但是呢 这是自然的一个现象 非常自然的现象 我依然爬上去 我觉得跟这个爬不上去 还差得太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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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必须多花一些时间 这是很自然的现象 每个人都会做 每个人都会这样做的 不光你 每个人都是这样做过来的 那么好了 你说做了这么多东西 跟你想象中的做不来 要离开 你说有多远啊 就是从你现在这个状态 跟你说哎呀 我真的做不下去 别人家开了 或者我自己就离开了 有多远了 有多远 我可以告诉大家 很远很远很远 你就是现在 你现在你对你自己 打八十分 你说我做得很好 我可能男人做下来了 就是你做到 就是你自己的 就是把你自己想象 我做这么差这么差 到三十分 你依然留下来 依然swipe 然后呢 随着时间的发展 你依然成长和发展 我再强调一下 就给你想象的那种 做不来了 被开了 很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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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我给大家说的 分享的啊 这个这个内容 大家有什么问题吗 杨老师不好意思 我要抢一下 那个 我是进 然后那个 我是觉得说 您这个课给我安排的 您说一个小时太长了 我觉得 我就是 那个录制前的这些焦虑情绪 全部被您给 就是给弄没了 所以我觉得一点都不长 而且就是说 中间讲的那些东西 都特别的实用 然后包括我说我会紧张嘛 然后但是你说 紧张是自然的 我觉得这些太有用了 然后就真的非常感谢 没有别的问题 因为这上面您说的太详细了 已经全部把我的焦虑情绪 已经给弄没了 谢谢杨老师 没问题 没问题 那个主要是我们最近 就成了一个话题了 然后那个 因为在职场里面嘛 你像这个带来了 这个就是 有的是这个 很多是演绎出来的故事啊 这个会给大家带来一些影响 所以说我才觉得 我有必要 给大家来谈谈这个事情 以前还真的 这个没有在我的 这个话题的事业里头 大家你其实 其实我们我在看这个问题 其实你们整个的历程中 缺的东西我都要及时补上 这一块还真的 就没有成为我一个话题 因为它在我看来 这是很自然的 你们做下去 非常自然的一件事情 杨老师 说请讲 那个 非常感谢您今天 不像一个leader 像一个学长一样 给我们娓娓到了 这些职场的经验 真的是很鼓舞 虽然还在找工作 那这个里面您讲的有一点 就是有点害羞好 就是我想问一下 就是因为我本身性格 就是说内在就有 有这么一些 但是像当我们来到 这个波斯坦国家的时候 进入职场 我们 我也是很纠结 那就是说 因为本身就有这种 就容易害羞 然后 但是同时又提醒自己 因为害羞怕被别人看不起啊 或者有看法啊 那就是怎么把握这个度 或者怎么快速转换 这个度过这段事情 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问的挺好的 其实我跟你说 那个心 是心 是吧 对对对 我也是个害羞的人 我记得那时候去 我们今天就讲故事啊 我讲的都是干货啊 我没有致命 不存在演绎的成分 知道吧 大家 所以我们也在这个社区里面 我需要大家做真实的经历 是吧 我跟你说 那时候我到那个哪呀 到那个 Saint Michael 那公司去 然后 因为在北美啊 我是负责于交付的 负责于交付 到那个 到香港去呢 我要负责于展示 就是因为 在那个大中国区啊 你去做consulting 它在另外一个层面上 就我们说在海外 我们目前来说 我们大多数同学都是交付 是吧 就是 做具体的工作 到大中国区 你会做更多的东西 比如这个售钱 就是那个 这个pre-sale 那我就要去展示 然后要做proposal 去展示 还有那时候 我需要给大家提供 很多这种training 比如我在那个 到那个厦门大学 它的软件学院 我那时候 它有好几百人啊 我去给它做training 是吧 一讲半天课呢 对吧 讲底蛋拍 讲加华 要讲加华的这个 这个excellence 作业中心 那开始的时候 我也害羞啊 你知道吗 那么多人 那么多的人 对不对 然后那个各种人 对不对 还有executive 这种这种 比如他们VP啊 SVP 是吧 在银行 我去给他做presentation 那我也害羞啊 紧张和害羞 是不是啊 一样的呀 其实 你会 你真的 你可以想想 不要过度啊 如果这个修的 拿不出层面 像一个代价的大姑娘 那就不行了 但是我们肯定 不会到那个层面嘛 对吧 代价的大姑娘 那个是更美 是不是啊 但是只是 不是不能在职场 那样表现 对吧 害羞一点 是没有问题的 就是是一种美 能切切地 拉近人的距离 是吧 因为你害羞之后 你有一种 一种虚弱 以蓄事的一个过程 就是人 弱吧 它是一种 不是那种真弱 它只是你 性情上的一种表现 它能拉近 跟人的一种距离 而且通过这种方式 蓄你的事 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所以这个 你提到这个 就是你的一种 真性情 就可以了 你的真性情 你就是这样一个人 大家更能接受你 大家觉得你更可爱 不需要去改变什么 不需要让我表现的 今天故意的 这个说话 现在要大一点 好像我很开心 很兴奋 很亢奋的那种创造 不需要 你就这么尝尝的就好 好的 好的 杨老师 请问一下 就是谢谢你刚刚 说了很多 就是说 怎么克服自己内心 对职场的意向 然后还有 对 对 你说的对 非常好 你说 对 然后我现在 很有感兴趣的是 你在职场当中 你发现有什么乐趣吗 就是 我觉得乐趣这种东西 是会了 是会为了 就是让人 哪怕早期一点 或者哪怕什么一点 你觉得跟这个工作 哎 这一点还蛮有乐趣的 你会自己自然而然的 去想到这个点 我觉得你是很享受 IT的一个人 然后我就想知道 就您觉得 干这些工作的 一些乐趣在哪里 非常好 我觉得太有乐趣了 真的 我是用心来说的 当我说一句话 是用心来说的 我是从我的历程来说 是吧 就是我 其实以前给大家谈过 我比如离开了 以前做的企业 我经常离开一段时间 我还经常会 做梦回去 真的 就像大家可能都有一种经历吧 离开了大学校园 大家工作了很一段时间 有时候做梦还会回到大学校园里 好像每个人都有这样的经历 我可以告诉大家 我每离开一个公司 我做梦都会 跟回到那个公司 跟以前的公司同事在一起 我说的这个东西是为什么 真的有乐趣 因为我们在这个 其实工作 是这样 工作是一个人的权利 是吧 是我们在这个社会上 我们所应该有的权利 他给我们的是啥呀 不光是那份收入呀 他给我们的是一种 让我们成长 让我们来释放 我们的聪明才智 我们的热情的一个场合 还有一个关键是在职场里面 我们有很多body 我们有很多朋友啊 而且那就像一个战场一样 我们还有很多 就像你有很多挑战 你需要去conquer这种挑战 对不对 所以他真的就像一个社会 你在里面你不可能脱离他 在里面真是其乐无穷啊 但是里面有苦有累是吧 是吧 但是真的乐趣是真的是非常好 所以说我就说 我就觉得职场特别好 特别是女生啊 我告诉你男生也一样 你会发现你在职场里面 你会不停的去修缮自己 完善自己是吧 真的你会发现越来越有魅力 随着你职位的攀升是吧 他带给你的不光是你在职场里的表现 他会带你的整个你在社会中的表现 你会发现你的展示沟通表达 还有你的胸怀都会随着你这样的 位置的攀升而攀升而成长 胸怀变得更加的宽广 那也就是说让你更加的有魅力 对女孩也是这样 女孩在一个职场里面 真的让你们越来越有魅力 越有吸引力 就是这样的 这是我的一个从内心的一种感受 所以当你离开职场的时候 我觉得过早的离开职场是一种遗憾 知道吧 因为我们不是这种富代 我们不是富豪 不是什么富人 也不是什么富二代 也许你是 但是那种生活对我来说都不是我想要的 我想要的就是做事情 人家都说65次退休 我说我退休干嘛呀 我退休我死了对不对 我说你让我干到85岁吧 真的 我就是这样跟同学朋友们这样说的 这是我内心的一种感受 我特别羡慕你这样的人 特别羡慕 我不是为了那份工资那份钱 是吧 就得做事情嘛 你总得有事情做嘛 才能在这个社会上有活的价值嘛 这是我的一种感受 也许大家反正有不同的感受吧 这是我自己的感受 是好 明白了 谢谢 谢谢杨老师 好 那今天我们这个话题就到这儿 我说你现在是发动的